好 我们开始 狼哥要不要打个招呼 要打个招呼是吧 你在大博主大网红里不打个招呼 嗨 店长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老狼 有没有认识我的 肯定有一大片 一大片 应该是小部分有认识的 大部分还是不认识 你的粉丝比我多太多了 我真的 我的粉丝当中好多认识你的 认识你是最多的 我的粉丝当中认识你最多的 不知道是我会经常互动还咋回事 真的 你们是最早一批做老欧这边自媒体的 所以认识你的很多 对对对 做自媒体做的算是比较早 你们拍的时候那时候老欧还没什么账号呢 还没有 我们应该算是最早的一批 大咬都算是后面 后来者沮丧 没有没有 然后你是从哪一年到老欧这边来创业 我应该是14年过来的吧 2014年 对 当时是 13年的时候 应该是 应该是14年了 14年那时候是 朋友在这边他们就种香蕉 搞珍珠棉厂 然后当时我们是 都在广州开皮剧厂了 回去 做那个皮包的吗 钱包 以前在广州做钱包 然后他们回去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天就说 在老欧这边种香蕉怎么样 又开工厂 当时想一想就还是非常有前景 那个时候做皮剧大家手头都有点钱 所以说就聊一聊就投到他们那里投了一点 到14年8月15吧 8月15是在老欧过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几个人就一起过来 没来过老欧 没出过国 第一次过来 第一次过来 然后就来这边看一看 一个是看一看我们投资的项目 另外一个就是旅旅游 所以说就来老欧了 第一次 14年是第一次来老欧 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好多我们老乡在这边 搞农业种植的 种香蕉啊什么的 挺多的 是现在老欧几乎农业当中就有一大半是福建人 福建的挺多的 但是现在做的比较大的 其实像他们广西广东 还有四川重庆 每个省都是有大咖在这边 每个省都有 对福建的相对人数多一点 但是规模都不是很大 那你是从一开始过来 就是种香蕉有个做别的产业 没有一开始过来就是种香蕉 因为过来的时候 好多老乡都是种香蕉的 然后过来相互认识了一下 好像是14年还是13年 那个时候行情非常好 大家都是聊天的时候 一聊话 这个香蕉好像很赚钱的 来到以后都去逛一逛 然后发现都是老乡 大家都很热情 今天这里吃 明天那里喝 就坐在一起 就是聊这个事情 对就聊农业 当时就是脑子里面想了一下 觉得这个农业太好赚钱了 那他们就是能不能透露一下 就是在老人民 比如种香蕉的你们老乡 如果行情好的时候一年能赚多少钱 大概 一年赚多少钱 这个要看你的种植规模 比如说一千亩 一千亩算是大的吧 在老乡里面 一千亩算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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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亩如果说是行情好 赚个几百万也是没问题的 就几百万 几百万 对 但是行情不好 可能也是亏个几百万 所以说农业的风险就这么大 高风险 对 因为一开始不知道 一开始我们就是 等于说是跨行业的 只是听说这个农业 哇香蕉很赚钱 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 都不错 都赚钱了 所以说那时候想一想 就是过完中秋节 回去了以后 我们就 大家想一想 这个都市诱惑力好大 然后就过来找地的 找地 从14年找的地 就直接就确定好了 确定好了 然后14年 15年年初就开始开地 就你们现在种了那块地吗 没有没有 现在种了这块地 已经是第二块地了 第二块地 对 第一块地是在波桥省 离金山脚很近 在老婆这边 是不是香蕉 是对种植面积最广的 目前来说 应该是香蕉的 种植面积最广 它的就是当地的 这个气候 还有土壤这些 是不是比较适合 于这些香蕉 什么的 这些热带水果 其他的东西 对 气候非常合适 气候合适 因为像香蕉 它是为什么 大家跑到老窝 来这边来种 就是说香蕉 种植一个是 气候有限制 你看像国内似的 就是福建南部 湛州 然后广东的南部 湛江 还有就是海南 广西 包括后面云南 这些地方可以种 都是一步一步转过来的 可能最早就是广东 福建 后面慢慢地转海南 现在国内主要的产区 就是海南 广西 云南 靠热带的地方 对 靠热带的地方 因为它一旦是气温低的 就受寒 受寒了以后 它那个香蕉的表皮 加工出来 就颜色不好看 就没有商品价值的 它主要就是天不能冷 洗热不洗冷 天不能冷 然后加上是香蕉 有黄叶病 所以说一旦有黄叶病 这些地就不能种 就最终 这些种香蕉的老板 就一步一步从国内 转移到老窝 然后从老窝 北部 中部 现在大家一直往南走 就是越来越往南面走 越来越往南面走 你们现在在老窝那里 做这个农业的一块 你们觉得实话实说 如果我不能说的 我会把你剪掉的 就是有哪些方面 在老窝那边投资创业 有哪些方面 是你觉得比国内好的地方 然后还有哪些方面 是你觉得 有点让你不爽 或者是觉得 比国内不好的地方 比国内好的 就是农业来说 这边一个是地管人稀 土地资源比较丰富 然后就是气候非常合适 一些农作物的生长 它地便宜什么 地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它主要是气候 国内也有一些便宜的土地 但是它不适合这些作物生长 所以说一个是气候的问题 一个是土地资源丰富 另外一个就是 人工相对来说便宜的 大家都对这个土地价格 是蛮感兴趣的 现在我们在乡下 你去买或者是租一块地 大概的一个行情是多少钱 租像我们种香蕉的地 就收费会贵一点 因为现在过来港农业的多的 其实价格也是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高 相对之前的价钱 老挝一般是 从100多到600都有 一公顷吗 一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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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都是要选择 就是合适的土地 水电路都有的 然后又靠水源 就主要还是水源 现在大家过来 都是选一些比较优质的土地 最高的你达到600亿 最高的五六百 六百多亩 特别是他们像种西瓜什么的 他们是要选择 就是没种过西瓜的地 所以说如果说地块合适 他们就是高一点也用意 就产量会高一点 是一个产量问题了 在这边种一个是 西瓜是怕虫查的 具体种西瓜我也不懂 但是大概了解 就是他们是怕虫查 所以说有一些地 他们贵一点 他们也用意拿 那就是另外就是 在老挝这边 你觉得有哪些东西 觉得还不是很完善的 比如我们过来做生意啊 创业 有些你觉得不太好的地方 也跟大家分享一点 不太好的地方 其实我接触的好像感觉都还可以 都挺好是吧 都挺好 目前没有发现说什么不太好的 就主要还是出入境的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大家选择上面 有时候判断了失误 你包括现在他们种芒果的 就是回不去 因为是这个贸易目录里面 这些程序还没往上 因为现在过来投资农业的太多了 基本上都是选择年前年后这些反季节的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口罩问题 有时候关口的话会拥堵 这个是 对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 其他你说像人员啊什么的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都还可以 所以这边的环境还是比较适合 搞农业的投资 现在过来的搞农业的也越来越多了 那你像你们做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如果现在从国内到老外边来 来投资的话 做哪一块会比较适合一点 或者说你觉得做哪一些方面 相对来说比国内的这个环境啊 前景要好一点 其实现在怎么说呢 我们搞农业的话 可能考虑最多的就是农业方面的 目前在老挝种的 你看最早过来种植的应该是橡胶 当时是 对当时是搞替代种植过来的 然后 现在有很多 现在橡胶的面积也很多 但是具体面积多少 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除了中国公司来种的 老挝当地的也是种的很多 所以具体的面积不是很清楚 我们国内过来投资的 目前应该规模最大的就是橡胶 橡胶高分级好像是可以达到40万亩 现在应该是在30多万亩吧 这个规模是最大的 然后就是南瓜 南瓜 对南瓜 我们那时候是开的地 然后有时候种几年 这个地就不能种了 因为黄业病不能种了 然后种南瓜的这些过来投资就很合适 它直接就用我们开放过的地来种 它直接用那个地可以直接种南瓜了 对直接可以种 比国内就成本要低很多 因为这边地的那个种下去它病害病虫害什么比较少 然后我们种完橡胶的地比较肥沃 所以说你们种橡胶的时候也要撕一点肥吧 不能说直接就是靠那个圆 撕好多肥 也要撕肥 撕好多 对香蕉是每年像我们一千亩一年的话 光肥料的钱要一百多万 那好高了一千亩平均一千亩大概要是肥一百多万 对那算是很高了 反正我们几年下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因为它生长太快了 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它是长不好 那他们我看到你之前有发过一个视频 我看到那个山上的香蕉全部都不要扔在那个地里面 那个视频很震撼那个视频 那时候为什么香蕉为什么看的都是很好的 打的青色的 为什么大家都不要呢 那个时候是口罩问题刚刚开始 然后这边村长就召集大家都回去的 回村里面去隔离 就是工人把它召回去 对工人全部召回去 所以说那时候是没有工人 你就是说香蕉可以采收的 但是没有工人就全部采收不了 就直接砍在山上 给钱他们都不来 不能出来 不能出来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搞得很紧张 所有工人都回去 然后地里面就是剩很少很少的工人 因为采收的时候需要的工人很多嘛 缺工人就回不去 装不了车 平常我们每天就是装车的时候 装工要20多个人 然后挑工从山上背那个香蕉出来 对要几十个人 他们像老婆那边的工人 他们的平均工资大概是多少钱 平均工资现在老币贬值就比较便宜 以前是你看以前七万的话 好像合五十多嘛 他们按照每天来算这样的钱 现在是合三十多 有很多种工种 有一些是零工是按天算的 对然后我们的管交户是 按这个产量来计算提成的 他是从香蕉小巧的管道砍完香蕉 然后实际装车的多少 按这个重量来给他们计算每年的收益 对还有他也是从那个香蕉种下去 他就一直在那边工作 一直到这个香蕉 对对对 大概前后算起来应该也是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有一部分就是像方艺啊 队长啊管理啊 这些是固定工资的 那普通的就是打零工的一天 一天也 现在也有三十多块钱 现在三十多块钱 也不算是很低 其实国内现在好像比如在山山干活的 也在一百块钱以内七八十的也多 不止 你可能是在老外待的时间久了 现在我在南方 西北有些地区我不知道 在南方你就是说在山山干活一天没有好几百 人家没能去干 是吗这么高吗 对啊 我们家那里人家不是 因为我们那个山 包括大瑶家那个山 人家承包下来种那个油茶 嗯 种那个茶油的 就是去那些 叫那些在家里面闲的 闲富的人 那个老鼠老鼠的呀什么的 拿个粗豆去给他粗粗炒啊 吃吃肥啊 每天好像都是七十多块钱 七十多块钱 现在可能部分地区应该有吧 反正在南方应该就很难招得到 你就平常你进个工厂 广吃广租一个月 应该现在应该都是要 三四千块钱的 所以说你这样算下来 一天没有一两百 就根本没能干 你起码在工厂里面舒服一点 你在山上的话 风吹日晒的更辛苦 那老鼠这边对你来说 这个人工还是还没算起来的吗 目前人工来说还算是便宜的 特别是他老币贬值 对我们这些 就是要付老币出去的 还是比较划算的 是是是 因为前面你是一样的 我们是假如之前的话 它是七万一天 折成人民币可能要 四十多五十 现在汇率贬值了就合三十多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方面是划算一点 是这个汇率的贬值 也付出去老挝币肯定是要划算一点 我们比如从老挝那边赚了老挝币回去换换自己的钱花也不好想 对像今年这个汇率变动 它就是从国内进货卖老挝币的 这些人就觉得比较痛苦 对对对 它因为卖出去它随时在贬 你卖出去本来这个利润是有一点点 但是你贬一下就没钱赚了 你今天卖完或明天再去对的话 钱也就亏掉了 这有可能 对啊 所以说今年是很多人都是有这种痛苦的感觉 因为一扁就利润就扁没了 好 但是看到了 记得点一下关注 也谢谢店长给我这个机会 宣传一下我自己 南哥是大咖 OK